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我是江江 昨天在玩那個腐朽之都啊 腐爛國度2的時候 很多人私下問我說 怎麼樣去購買這個 這款遊戲 那因為這款遊戲呢是 只有出在這個電腦版 就是PC跟那個XBOX ONE 所以 它沒有連結 那大家都知道說Windows8 跟Windows7合體之後才變成 Windows10嘛 所以它其實非常的簡單 Windows4窗裡面就可以買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左下角不是有這個Windows 點下去之後 它這邊這排呢就是 那個所有的城市嘛對不對 我們往下 找這個Microsoft Store 這個微軟的商店 那它其實這邊很多遊戲都可以買 你看到的 有這個免費試玩的 然後它也有 付費的 看一下 目前看到的是 這款遊戲呢是算是最熱門的遊戲 然後 1399塊是可以 以前 去遊玩它 因為它18號就上市了 所以你18號就可以玩 那它有另外一個版本是 800多塊錢 是22號可以玩 那就是看各位的需求 那我是買這個1399 我想要先體驗一下遊戲 那它裡面會有兩個pack 就是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那有什麼差別嗎 其實不太清楚 這邊其實有詳細的介紹 但是它是英文的版本 那如果大家想要玩的話 就直接這邊購買 就可以玩了 購買之後呢 它會直接下載到電腦裡面 類似Steam 但是它不用另外再安裝那個 平台的那個遊戲 它就可以直接 下載安裝了 超屌的 我那時候不知道啊 安裝Window Bar的時候 然後我要玩這個Minecraft 結果後來才發現 喔原來在這裡啊 Minecraft在這裡 所以安裝了一個 一個Window 8的版本 結果 結果後來發現說 喔 Window 8 然後它Xbox 也可以共用 所以 欸 還蠻厲害的 這個微軟 非常聰明 OK 那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影片 喜歡的話幫我按個讚 然後多多分享出去 還沒訂閱呢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先這樣囉 掰掰 隔了 出片 做蛋 Glitch 對 剛 drank